这位男孩第一次带着爸爸妈妈从家乡来到这么大的舞台 我叫朱强 今年24岁 来自福建省长乐市的一个小山村 年前我开始跟着表哥去卖化肥 主要是做复合肥 大部分是种豌豆的 八毛九毛一块的 那段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店里面 唱歌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朱强整天对着店呐嘀哐哐的叫 我跟主长说我们这边的人也不懂得什么音乐 你就干点正经的事吧 当我把我想做歌手的愿望告诉所有人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你太异想天开了 但是我真的不甘心 今天我来到中国好声音 我希望四五导师能给我一个答案 到底能不能唱出属于自己的未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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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白的雨汪汪勾住苦往 心太阳长拧结成了霜 是谁在个楼上冰冷的绝望 虚情祈祷 珠红色的床 我一生在枝上 被风吹乱了 梦在远方 画像银鱼山 随风飘散 你的模样 你去把灿满地上 你的小路云繁华 画无人断肠 无限时间只大 日风啊 夜雨啊 你的影子剪不断 不留我孤单在昏迷乘 你唱得非常细腻 合作 你唱一般 蛮特别的啊 寻我怎么滴上 你的小路云繁华 你的小路云繁华 画无人断肠 我心事渐渐探 你的小路云繁华 你的小路云繁华 你的影子剪不断 对不到尽管 就赢了 你唱个人 什么时候 我在想五 alum 我是大家知名的 我让你乱舞 Spain 我让你回应 好 выд WIN 這 完全是 الف 特别遗憾 遗憾吧 您好 老师 很为这个小伙子可惜 非常特别 非常特别 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叫朱强 今天二十四岁 来自福建省 常乐市的一个镇 张港镇 到现在一直跟着表哥 在云南 做化肥生意 做化肥 对 你有专业的学过唱歌吗 没有 没有 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大概是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店里面挺孤单的吧 然后就发现了网上的云音软件 然后就给大家唱歌 那时候唱的比较多的是 中国风的歌曲 然后他们就给我送小玫瑰 小鲜花 点赞什么的 哇 我为什么觉得可惜呢 我是觉得 他唱歌让我想起了 很多类型的歌曲 包括日本的演歌 对 中校界 对 获尊的音色 对 真假声哭腔来回的变换转化 我觉得特别吸引你 可能我没转身的原因 正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优点 全部集中在一起 如果你喜欢唱歌 一定要记住 你拥有了所有的技巧 永远是要为了感受而服务 真的挺遗憾 因为你的唱功很好 谢谢老师 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 其实我很喜欢唱歌 当我把这个愿望 其实告诉我的亲人朋友们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我们福建人应该要 做个生意 安稳地过日子 不要去异想天开 但是我真的太爱唱歌了 所以说 我很想在这个 这么权威的舞台 想四位导师能给我一个答案 就是我的声音 到底能不能去唱歌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可以可以 谢谢 其实我要跟你说的是 最重要的是 你热爱音乐这一点 你喜欢唱歌这一点 没有人是你这一生音乐的判官 我们只是此刻坐在这里 拥有了更多的经验 来帮助每一个学员 所以你既不要太灰心 但是我们跟你说的那些 中肯的建议真的对你有好处 知道 其实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已经真的非常心满意足了 真的我很感动 加油 谢谢 华菲克朱强 收获了最强的音乐之道 对他来说无比珍贵 今晚将是他音乐之路的 一个崭新起点 但是随着导师们组队即将满源 他们对声音也愈发挑剔 对这个音乐之路的音乐之路 对这个音乐之路的音乐之路 我现在要是音乐之路的 对这个音乐之路的音乐之路